我們這一次來DC主要是為了來看這邊的櫻花季 這個頻道主要是記錄我們的生活 如果你喜歡的話記得點讚、訂閱、加分享 以及關注我的IG還有開啟小鈴鐺唷! 這個真的很好吃耶! 下雨天 看到這是什麼的嗎? 紀念碑 我們這一次來DC主要是為了來看這邊的櫻花季 對!我們其實去年的時候應該4、5月也來過DC 但是當時因為完全錯過了櫻花季的季節 所以就沒有看到就有點可惜 不過很多人都說這邊的櫻花季每一年都非常的盛大 很多人很漂亮 我們看了非常多的照片也覺得很想來 所以今年就還是衝了一發 對!然後呢我們這一次主要在這邊是三天兩夜的行程 但是完整來說應該就只有兩天 我們是週五的晚上到的 我住一天、禮拜六有一整天的行程 禮拜日的話下午4、5點回紐約 對!所以是個很緊湊的 我們安排說要看各個不同的櫻花景點 還有看博物館還有吃美食 所以大家就跟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掰掰! 這是我們今天要搭這個大巴 我們要搭這個Flixbox去DC 這個車總要搭4個小時 蠻久的 不過但美國DC跟紐約已經算是很近的一個距離了 我們上車啦! 今天還沒吃午餐 我們買到巴士上面吃 這個是辣炒麵糕 還有一個鮪魚的三角飯糰 在紐約這邊其實就是這種日韓店才會看到三角飯糰 平常很少看到 最後是一個韓式BBQ炸雞 我們想吃這家很久 但是一直沒有機會 行不行 好像不太可以 哇! 很多欸! 對啊! 我們是點它無骨的 因為想說在車上吃有骨頭不方便 然後這個是它的secret sauce 這個大概價格是7、8塊左右 沒有啦! 這個13、4 對!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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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我們到了 華盛頓 結果總共搭了 4個小時40分鐘 好累 每次搭這個大巴就覺得 坐得腰痠背痛 因為美國這邊的巴士 它的位置都很小 就不像以前在台灣 去坐那個豪太啊什麼的 位置都很大 對! 看看坐的小時 你看我的臉有這麼的油嗎? 我們到了華盛頓DC 耶! 現在在的地方是剛剛到的 Union Station 聯合車站 聯合車站 對! 這個車站它就像台北轉運站 台北火車站一樣 它就是集結了各種火車啊 地鐵啊 大巴啊 紅車都在這個車站裡面 非常方便 對! 然後它聽說也是這個 就是美國的東北廊島 就是說美國在東岸的地方 最熱門的一個火車鐵路 它是最南方的一個車站這樣子 那它就是一個非常繁忙的地方 也是前美的前十大繁忙的車站 那我們就趕快出發吧! Dhah! 這個是非常有名的巧克力店 它有種口味 它超厲害的 聽說草莓的很好吃 草莓? 現在已經開始有復活節兔的巧克力了 這個眼睛有點驚悚 嗨! 我上次就是买這個巧克力 有人就辛花怒放超開心 真的很好吃喔 謝謝,晚安 請問我們買的是什麼口味? 我買pistachio pistachio 現在要吃嗎? 可以嗎? 這樣子一片是13點多美金 不便宜齁 大概就是說13點多美金 大概就是他的手長大小 他真的就是用手長去掰巧克力 他掰得很快 所以就是長得不會很整齊 吃看看吧,不同的口味 是黑巧耶 還滿黑巧的 我來吃看看 不怎麼貼 然後pistachio很香 pistachio是整顆的那種 好吃耶 越吃越香 其實他有一點點那個咬 是嚼勁 對,他是很濃蠢的那一種 然後真的是偏黑巧 他不怎麼點 好吃 不是那種很稀的巧克力 一年前來的時候 一年前來的時候 是早上七點到的 外面是太陽天 現在呢,晚上到 完全就是 陰天 就,剛才那個巧克力啊 就平常在吃一些 一般的巧克力的時候 他吃完嘴巴裡會很酸 但剛才那種完全沒有 他是有一種很 很鬼感那種乾醇 唇齒流香 對呀,然後我就很想再吃下一口 但是不行 我很怕我等一下把整塊都吃完 不可以 按堆 然後飯店了 還在下雨 這邊是用機器 self check in 他好酷喔 還可以讓我們自己去選 我們要高低樓層 然後我們的view 樓層 HIGHFLOW吧 對,我也覺得 對,我也覺得 OK,我就看 現在櫻花季的價格 兩天要將近六百美金 六百美金 而且他是小小的空間 對啊 還是這附近比較 算比較便宜 然後你看 美國這邊就是 什麼都要加錢 他會一堆選項問你要不要付費 在上海的時候他都是可以 可以讓你晚一點 不用加錢 對,然後他就會說什麼 喔,你加一個免費的會員 我就送你早餐 類似這一種的 對啊 但這邊都不要緊 繼續 然後就把這個放在這裡 就是自動生存 喔,當然 他很先進 他是一家非常 high-tech的飯店 什麼東西都是自動 他剛才跟我們介紹 房間裡面 就是用一個平板 來控制所有的東西 這個飯店真的是那種很現代風格的耶 我們來到他的roptop 這邊是有個bar在這裡的 然後你們看到了嗎 對啊,遠方那是白宮吧 是不是白宮 他還學後面那個人嗎 哇,first impression 來說 有點像 但是很亮耶 對啊 好像那個IKEA的那個 家的那個擺放間 對啊,我覺得還不錯啊 很小,但是 很乾淨 很現代風 看到手前進來就是有很多的男跟女女 這很浪費好奇怪 有點奇怪 然後有鏡子 這個是洗手的 看起來很乾淨 看也很小,很像塑膠的 整個都是一個非常先進的感覺 非常現代的感覺 這是什麼 這是冰箱耶 沒錯 其實房間很小 但是蠻可愛的 然後這邊是 一個很像太空感覺的 洗手間 這個怎麼開呢 這邊怎麼 裡面 裡面 好的,很簡單 然後這邊 可以看到有一個非常厲害的 娃娃 這個娃娃 這個娃娃是 什麼什麼概念呢 它的裝扮到底是什麼概念呢 是美式泳衣嗎 還是櫻花季才有的東西 好,那摸起來還蠻舒服的 簡稱 簡稱小玩偶 在我說你進來之後呢 有一個iPad 這個iPad呢 非常的厲害 1 2 3 有沒有 有變嗎 喔 就是廁所的燈光 對,廁所的燈光 有變,有辦法 有有有耶 然後它還可以調你房間的light的大小 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要去吃我們第一餐餐廳 叫做 Old Abbot 就是我們以前吃過的一家餐廳 出發吧 我們現在去吃宵夜晚餐 其實是吃晚餐 有帶雨上 有帶有帶 今天它外面還在下雨 我們今天預約的這家餐廳呢 它是非常非常苦爆的餐廳 我們約到了9點半 下雨天 看到這是什麼的嗎 紀念碑 可惜到了第一天晚上下雨 這就是我們今天晚上要吃的餐廳 Old Abbey Grill 這個餐廳其實我們已經 上次來的時候 大概吃了有兩次 因為它有生蠔的Happy Hour 對 好險我們有預約耶 人超級多的 這門口慢慢的都是在等的人 我們剛剛是約了9點半 提早到嘛 所以要讓我們再等10分鐘 酒杯桌了 所以它餐廳它是1856年建的 所以它已經是百年的餐廳 將近170年的歷史 而且這家餐廳它其實有搬過家 現在這個地方它大概已經二三十年 這個地方它以前是一個劇院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裝潢是非常漂亮 我們今天吃的這家Old Abbey Grill 它是地理位置非常好 它就在白宮的東邊 它是非常多建美國總統的一個愛店 我們進來了 又是一個滿滿看不懂的菜單 但是因為我們來過非常多次了 所以早就已經決定好要吃什麼了 我們第一次來的時候 吃了Buffalo Chicken 然後這個Chicken 非常的辣 它的Happy Orange 生蠔有半價 六個是12塊 就是一個兩塊錢 炸魷魚串也非常的美味 上次有吃 但它份量實在太大了 我們今天決定要點它的Crap Cake 其實我們上次也有吃耶 就是它的蟹肉湯 非常的好吃 蟹肉非常的充足 這個Pasta 這個義大利麵 我們上次沒吃過 但是我看很多人非常推薦 想說來試試看 這個是我們的第一個前餐 我們第一次來的時候 就對於這個麵包感到為之驚豔 因為它非常的好吃 你看它很蓬鬆 點點的鹽巴的鹹奶油 所以搭配在上面的話就非常好吃 有沒有看到它這個 如果你肚子很餓的話 這是很好的一個前餐 它就是裡面非常的 就是軟跟扎實是在很好的一個中間點 加上它是鹹鹹的奶油 超好吃 而且熱熱的 有點像法國 但是是軟法國的感覺 好吃 好吃 沒有任何一處 會讓你覺得有過硬的那種口感 它的外皮又脆 而且是全部平均都那麼的脆 然後它裡面都是一致的軟 而且那個軟並不是說它的空氣感非常重 就是它裡面的泡泡很細緻 融在一起 很棒 而且我們奶油已經用光了 準備跟它再要奶油 我們的主食呢 它很貼心 還幫我們分成兩碗 大家瘋狂推薦的是 辣香腸的義大利麵 那它的這個麵體的話 其實是有點像 鼻管麵的 我們試看看 我覺得它的那個呢 辣味其實是有一點點像是 沒有那麼辛辣感 但是它就是會在中間的時候 會突然跑出來 是那種溫潤的那種辣辣的感覺 一般你在吃美國菜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 菜特別的鹹 它這個豬肉 是屬於 比較沒那麼重口味的 跟大家吃一個 好吃的薯條 這個薯條一般出來就是那種便便的 但是它就是也是非常蓬鬆的類型 這個沾醬的話 這種大蒜白醬 也很好吃 這是我們今天點的一個重頭戲 就是我們的 Crab cake 連下它好大 它這個 它很大天 它給大家看看 它有多麼的巨大 你看這麼大 它掉下來了 你看裡面滿滿的 蟹肉 它的防蟹肉呢 吃起來的那個質感啊 其實肉是比較緊實一點點的 也比較有飽滿的感覺 然後呢 因為它就是裡面有點奶油嘛 所以說你會吃得比較膩一點點 就要搭配它的這個檸檬 然後稍微去解膩一下下 我想給大家看看破破面圖喔 你們看到了嗎 滿滿的蟹肉 如果兩個人來的話呢 其實就可以 只要點一個Crab cake 它也會附很多的薯條 再講再點吃它的主菜 其實會非常的划算 它這邊其實還有配旁邊的這個醬 也是讓你解膩用的 好吃嗎 它的用料真的超紮實的 一吃就知道它的蟹肉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這是他們家的甜點菜乾 上次我們好像是吃檸檬派 它現在在消化太飽了 還有我的義大利麵在這裡 都是我要吃的 對啊 開吃我們的甜點 BROWNIE CAKE 讓我這個甜點大師來為大家試吃 它吃上去好脆欸 它有點隱隱 你看這個 很好吃欸 它在BROWNIE有一個脆脆的口感欸 你知道它BROWNIE的外皮的時候 你會先被那個口感嚇到 你以為它有巧克力脆片 但其實沒有 它就是整片的BROWNIE 但它外層是脆的 BROWNIE是很熱的 上面的冰淇淋是冰的 就是一種冰火無重的一種感覺 配上那個CREAM又很溫順 又很輕盈 可是它蠻好吃的 這就是今天的帳單 這是今天的帳單 只能有7塊 加上小費之後 大概我們大概快78到80塊之間 他們家就是你一定要定位 不然你現場排一定會排很久 他們開到凌晨1點 營業的時間非常的長 但是基本上你可能到10點 都還有人在排隊 聽說一開始的時候 是做酒吧出身的 所以就是說 他們現在即使變成了一個餐廳 但他們的BAR台的位置 是非常非常的大 也有很多人就是享受在這邊 小桌 而且這一家的Google評分有4.6分欸 然後它的評論多達14000 真的是非常知名的一家店 真的是非常知名的一家店 對就是來DCB10 日暴出來覺得外面有點冷 不過雨停了 沒有下雨就是寒4000 所以明天早上要5點半就要集中 因為我們要看日出 對 他們現在這邊日出是 早上的7點10分左右 然後聽說要半個小時前 到那邊先找好你要的位置 因為會很多人 我們要贏過大多數的人 所以明天的任務很簡矩 希望明天不要失蹤 因為剛才很晚才吃完成 對 然後就是說明天可能會夏 希望天氣好一點 掰掰 掰掰 晚安 這個是White House的Visitor Center 白宮也是可以預約參觀的欸 但是很特別 大家知道白宮要怎麼預約參觀嗎 欸你知道嗎 我知道欸 我會不會聊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